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86小铺新收到的一些产品 基本上都是以彩妆为主,然后我收到了很大一箱 超大一箱,然后想说就录一支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都优给我的什么 我就从拿出来的顺序开始讲好了 首先,超大一箱 首先是这一袋指甲油,然后我自己挑了五个颜色 第一个颜色是这个,它是有透明的指甲油,但是里面有很重的亮片跟那种淘心的那个亮片 是比较适合春天或者是适合聚会场合用的一款指甲油 就是很好看,很闪,在灯光底下会很亮 第二支就是这种正红色的指甲油 就是很正的这种红色吧,比我的化妆箱要再浅一个色好 第三支是这个墨绿色的指甲油 它有点偏蓝的那个色系,是有点发蓝的那种绿色 然后也是偏深一点点 我觉得实际上的颜色要比相机上看起来再深一点点吧 接下来这个颜色就是这种裸色的指甲油 我自己是几乎没有类似裸色的这种指甲油了 好像只有一瓶左右,然后时间比较长了 然后想说试试看这个裸色的指甲油是效果怎么样 最后一个指甲油是黑色的,就是纯黑色的这种纯色指甲油 因为我自己其实以前也买过黑色 不过我用过的黑色里面都是带亮片啊,带珠光啊 或者是怎么说,就是黑色不是那么纯正的黑色吧 会混一点点蓝啊,或者是混一点点其他的颜色在里面 不过这个就是纯纯,非常纯的这种黑色指甲油 纯色指甲油,所以我想说试试看 好像是蟹指甲,就是蟹指甲颜色用的这种银胶 是这种像,它跟那个一般的那个叫什么 遮瑕膏的那个,就是管状遮瑕膏的包装比较像 可是它是用来洗指甲的 就是你可以挤一点在指甲上面,然后用那个化妆棉 你一擦颜色就可以擦掉了,应该是这么用 它的说明方法是这样 之后这个指甲油和这个蟹指甲用的这个银胶 我会另外再做一支视频分享 到时候就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吧 接下来这两样东西是用在身体上的BB霜 一款是BB霜在身体上用的 它的功效就是说用在身上也会修饰不均衡的那种肤色 或者是你觉得皮肤比较偏黑 跟你的脸跟你的脖子比起来 手臂的颜色比较黑的话 你可以用在身上的夏天 这款我在网上看它的反响还挺好的 所以比较期待吧 因为现在穿的衣服量越来越少 而露肤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所以就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挺必要的 在春天跟夏天的时候 接下来这款是用在手肘和膝盖的这个 这得叫什么 膝肘亮白橡皮擦 它一般像手肘或者是膝盖 像把手臂伸直或者是把腿伸直的时候 膝盖跟手肘的这个皮肤看起来不会特别好 就是会有点皮肤老化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这个身体用的这个瑞浮霜 就是能让你的手肘跟你的膝盖会变得比较平滑 然后看起来皮肤会比较好 接下来这一包里边是也算是我比较期待的几样东西 因为之前也有试用过 首先是这三样是腮红 然后第一个这款是我觉得它是属于高光色吧 肤类似裸色的这个颜色 可是又有点偏偏的淡紫色混在里边 就是有点那种薰衣草色混在里边 我觉得用来做高光还是比较合适的 第二个颜色是这种淡橘色的 它有点偏淡淡的珊瑚色的感觉 然后视频上好像要比实际上看着的颜色再深一点点 我觉得 就是大概是这个桶 是这个色调 然后我是比较适合春天夏天用的颜色 第三个这个就是跟刚刚那个颜色其实差不多 可是它不同的地方是它里边有珠光 这样 它有很重的珠光吧 这样看起来比较奇怪 怎么说呢 是我自己要求的吧 因为它真的它真的太好用了 就是这款护发油 很多朋友都建议我说做一支关于保护 就是护理头发的视频 护理头发主题的视频 可是我自己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太用心的去管理我的头发 因为我没有做过染色或者是就是烫发一类的 然后之前巴黎小库送给我的这个润发油 它是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用 因为秋冬头发避免不了你发烧太干分叉 或者是就是头发看起来会特别的没有营养 可是我用过这个油之后就觉得头发顺特别多 会摸起来不会那么的干燥 就是整个头发摸起来特别特别的特别的软 特别的顺吧 就是摸起来发质就是会很好 然后头发再看起来也会比较健康 颜色整个不会让头发变黄 反正真的是很爱这款护把油 两款面膜 第一个这款是叫什么 扫黄净肤火山泥 它这款它主要的功效是水油平衡 然后深层洁肤 告别辣黄肌 然后提升明亮度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合我现在的肤质来用的一款面膜 因为它是能控油嘛水油平衡 然后深层清洁 因为我自己PG是特别的油 然后怎么说毛孔也很粗 然后黑头也容易堆积 所以就是比较适合现在的我用的一款面膜 之前也有一个朋友留言给我说 可不可以做一款关于面膜的视频 我想说反正巴勒小婆会自己面膜给我嘛 我就先试试试用看看 等到我觉得我自己试用的面膜 种类比较多的时候 就是我先积累一下经验 试用一下几款面膜 然后之后再做一支就是关于面膜的视频 分享给大家好了 第二款这个是睡眠面膜 因为其实不管是什么季节 我觉得只要室内温度 室内的湿度不够高的话 你晚上磨再多东西 我觉得早上起来脸还是会干干的 所以就在我基础护肤的那个 这个基础上再用一层这种睡眠面膜的话 我觉得会保湿的效果会更好吧 很期待吧 名字是这样 接下来这一款就是 类似除毛剂之类的东西吧 我自己平常其实都用刮毛刀 因为我觉得激烈的那个刮毛刀真的很好用 不会伤到皮肤 用起来很安全 可是这种东西是我第一次用的 不知道怎么用 再研究研究 然后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好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 Too Cool for School 这个牌子 它是韩国的牌子 可是巴鲁小库它没有在代购 卖这款鸡蛋面膜 因为我自己是没用过啦 所以巴鲁小库那个编辑就推荐我说你用试试看 我们寄给你试试看 好用的话请你就是拿出来分享一下嘛 我就说OK啊 我就试试看好了 它这款面膜它是可以怎么说呢 毛孔 针对毛孔问题肌肤的这款面膜嘛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 很感谢他推荐我用这款鸡蛋面膜 接下来这五样东西是最近巴鲁小库它强推的这个 就是两用唇彩 然后它的颜色一共是这五样 我一样一样打开给大家看好了 第一个颜色我觉得它是有点偏那种珊瑚色 然后它里面带珠光 它的颜色就是比较适合于日常妆来用 是这种比较柔和的颜色 然后另外这边好像是类似风唇蜜这种东西 可以跟那个唇彩混着用 这两种颜色 第二支是这种淡粉色的很少女的颜色 我觉得如果跟你挂那个烟军妆的话 它会很配的这种非常淡的粉色 然后另外一头就是一样的风唇蜜 跟刚刚那支是一样的 然后颜色很淡 我觉得跟颜色深的那个唇膏配起来的话 应该效果不错 接下来这个颜色就是这种红色啦 比较深的颜色 比较亮丽的这种 眉红色 它的颜色度也比较高 然后里面稍微带一点点珠光 然后颜色真的很好看 我很喜欢这两个 这个珊瑚色跟这个红色 接下来这个颜色是这种裸色的 跟那个我倩碧的那款 风唇蜜的感觉差不多 然后它的颜色也是这样 也是我觉得日常用比较合适吧 我觉得比较适合 跟橘色的唇彩一起搭配着用 接下来这款 其实感觉跟刚刚那个红色看起来 色调差不多 但是它要比刚刚那个颜色 更偏橘一点 是那种橘红色 我画出来看它 看着这 就是它 嗯 橘色调 比较偏橘色调 然后是超显色的这种 呃 唇彩 然后另外一头也是风唇蜜 一共是这五个颜色 大家看一下 感觉还不错 最后这一大把东西 其实都是颜线笔 然后它们都是一个系列的 但是颜色不同 因为颜色比较多 所以我会另外再做一支 呃 专门的视频来分享给大家 然后在这里就简单 呃 过一下好了 这一款是可可棕色 棕色的那个颜线笔 然后它好像也是 呃 防水的颜线笔吧 我记得是 对 快干防晕颜线笔 然后是这种自动那种 旋转式那种颜线笔 然后这款是棕色 这一款是 类似那种酒红色的那个 最近比较红的这种颜色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宝蓝色 宝蓝色的颜线笔 也是我觉得宝蓝色很适合春天用嘛 我觉得穿浅色衣服 然后画那种深蓝色颜线 我觉得就很配 然后接下来这款是紫银 紫银钻色 它说的是 是那种紫色眼线笔 可是带珠光 带亮片那种眼线笔 接下来是这个 这是什么色 橘金色 我觉得橘金色这种色系 就是你可以不用在上眼线 就是在下眼线 下眼睫内眼线的地方 涂一些这种橘金色的这种色系的话 会让你眼睛看起来就是 很不同 可是眼睛看起来又很亮 然后接下来这个颜色是 星纱棕色 应该是棕色 然后里面带珠光 这个是果绿色 这种绿色眼线 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 春夏来使用 如果说你不希望 自己眼妆太浓的话 用这种颜色 来点缀一下你的眼睛 觉得比较 也很好看吧 不像黑色这么无聊 接下来最后这两个颜色 一个是香槟粉色 这种就是用来提亮 眼头啊 打亮下眼瞼啊 然后就是高光用啊 经常能见到的颜色 然后最后这个是 铁灰色 哎 铁灰色的颜线 我还第一次用呢 我很少用灰色的颜线笔 几乎没用过灰色的颜线笔 很期待吧 期待它是什么效果 OK啦 就是这么多 巴勒小铺这次寄给我的东西 就是这些 之后 因为东西比较多嘛 所以我没有办法 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它们都试用到 所以我会在之后的 就是几期视频里 会专门 以一种化妆品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吧 之后在每月分享跟彩妆视频里也都会跟大家分享到 巴勒小铺一些产品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有什么好用的产品或者是好提议的话 希望你们留言给我 通过微博 Instagram 图道网页 优酷网页 YouTube之类的 可以留言的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留言给我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